三毛曾经说过 在电视剧《武林外传》中 白展堂和童相遇的一段对话 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白展堂说 你觉得现在日子苦了是吧 童相遇回 苦到不苦 反倒挺开心的 但是我多累啊 累了 那好 你现在回去当你的大小姐去 你肯定不累 回去吧 童相遇回答 那多苦啊 一点自由也没有 白展堂接着说 相遇啊 人生就是这样 苦或者累 你总得挑一样 哪有什么好事 都让你一个人沾了 细细想来 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 哪能什么好事 都让你一个人沾尽 事事顺意 样样拥有 一边拥有 一边失去 才是人生的常态 就像大花戏油里的至尊宝 不带紧箍 如何救你 带上紧箍 如何爱你 就像剪刀手爱德华里的爱德华 拿起刀 就无法拥抱你 放下刀 就无法保护你 得到一样东西的时候 也失去了另一样东西 选择了一条路 就意味着放弃另一条路 曾经看过这么一句话 你可以拥有一切 但不能同时 终如 这四季轮回 日月交替 拥有春花的绚烂缤纷 就会失去秋果的满家而归 享受阳光的照样 就会失去群星的闪耀 得从事中来 有得必有失 得之坦然 事之淡然 便足矣 电视剧《大花戏油》里 有这么一段经典台词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放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等我失去的时候 我才后悔莫及 人世间 最痛苦的事 莫过于此 如果上天 能够给我一个 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那个女孩 说三个字 我爱你 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 加上一个期限 我希望是 一万年 这世上的许多人和事物 摆在你面前 陪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爱搭不离 时而不见 等到真的失去了 才发现他的重要性 追悔默契 曾有调查显示 失去一样东西的难过程度 总是远大于 得到一样东西的喜悦程度 其实 失去 令人遗憾的地方在于 无法失而复得 又无法重新来过 失去总是令人遗憾的 却也能让我们学会成长 失去了在乎的人 让我们学会了珍惜 失去了心仪的东西 让我们学会了爱护 失去能让你长记性 吸取教训 意识到曾经的不足 开始着手改进 发现了曾经的疏忽 开始引起重视 会别错的 才能和对的相逢 调整了错误的横向 才能使向正确的彼岸 因为那些自己疏忽大意 而导致的失去 那些因为自己无动于衷 而造成了遗憾 一点一滴的调整 一丝一毫的改进 就是成长 前段时间 莫文卫宣布停工一年 专心陪伴丈夫 消息出 不少人都说她太傻 白白失去了 这么好的事业当红旗 要知道 前不久的她 凭借着热门歌曲 慢慢喜欢你 刷帮了朋友圈 还因为在演唱会中 自律的好身材 上了微博热搜 在这个小鲜肉 辈出的时代 年近五十的莫文卫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实数不易 她本可以 乘胜追击 却选择了停工一年 在别人眼里 她失去了 绝好的机会 在她自己看来 却收获了 可以陪伴二人的时间 俗话说 世之东鱼 熟之桑鱼 人生是一盘 很大的气 你在这里迂回一下 就会在那里 获得收获 近几年来 孙力的作品 也越来越少 平均一年 只拍一部影视剧 和那些一年 拍五六部戏的 女明星相比 可谓是 少之又少 不少的粉丝都觉得 孙力有这么好的 演技和资源 不拍戏太可惜了 甚至还有网友 在微博上催促她 赶紧复工拍戏 可是 孙力却不为所动 依旧把重心 放在陪伴孩子上 打开微博 就会发现 孙力的日常 是带孩子去采摘园 带孩子去看动物 和孩子一起画画 不少人为她 放慢事业脚步 而觉得可惜 可她 却因为能陪伴孩子 茁壮成长 而乐得其中 所有的逝去 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归 就像家教板 只有一边低冷 另一边才能高 鱼和熊掌 往往不可见的 只要舍弃了一边 才能成就另一边 那些你所失去的 其实是在帮助你 收获另一种得到 如果事与愿违 请相信 一定另有安排 当你因为失去 而懊悔不已时 或许转脚 就能收回了一种馈赠 能够握紧的 就别放了 能够拥抱的 就别拉扯 时间着急的 冲刷着 剩下了什么 原谅走过的 那些曲折 原来留下的 都是真的 纵然似梦啊 半醒着 笑着哭着都快活 谁让 时间是让人 猝不及防的东西 情是有风影 有顺雨 争不过朝夕 又念着往昔 你偷走了 青丝 却留住一个你 岁月是一场 有趣 无悔的旅行 好的坏的 都是风景 别怪我贪心 只是不愿心 因为你 只为你 愿和我一起 看你的风景 时间是让人 猝不及防的东西 情是有风影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